无人这一生,会遇到不同的人,每一次相逢,都会演绎出一份浪漫,如果这一切,可以在这一刻永恒,成为刹那的芳华,那么人生,或许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和选择。 然而,人生无常,聚散无定数,有些人可以彼此相爱,却注定了无法相守,有些人刚学会珍惜,却早已错过了相处的最好时期,世间的爱只有一种,可离别是有千万,有多少走远的人,未必是真的想离去,而是得不到看重,才失望彻底,有多少放手的情,未必是真的想放弃,而是看不到回应。 才不再执迷,有多少擦肩的缘分,是得不到珍惜,换不到人心,得到寒心而悄然离去,对于感情而言从来都是你当我就算,人心换人心,你证我就证,你认真付出,别人便会在乎,你自私自理,别人便会退步避止,你用情置身,别人便会同路,你无情无义,别人便会殊途,爱就是相互忍让, 彼此真诚,懂得珍惜,常言道,伤害别人,就是毁灭自己,人心不是一天走远的,感情不是一天变淡,一个人说再多,若少了应答,心情就会慢慢滴落,一颗心爱在身,若失了回应,感情难免悄然淡化,一位索取,不懂付出,或一位任性,不知让步,当别人的好心, 别人的善意被你伤害了,放弃是最好的归宿,TA只会远离你,不再接触你,到最后你都会输得精光,与人为善是为人之本,人生贵在善良,又道德,又修良,懂因果,做善良的自己,煞待我们身边遇见了每一个有缘人,共同成长, 不要等我哭了,TA说你心疼我,不要等我累了,TA说你会陪着我,不要等我走了,TA说你真的爱我,友情也好,爱情也罢,留不住的沙,何不随手扬了他,放不下的人,就努力,别去牵挂,人都有底线,岂能非践踏,心都有诚恳,岂能非玩耍,人与人之间,没有谁离不开谁, 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,一个转身,二个世界,我若离去,后会无期,路过的都是风景,擦肩的都是过客,因为下辈子,不一定遇见 情,需要两心呵护,爱,需要以心沟通,人心最怕冷,转情最怕忽视,珍惜,不是嘴上说的不离不弃,一时的甜言蜜语,而是行动上的有始有终, 有情有义,不计个人代价,真心付出,无论是有情还是爱情,懂得珍惜,才配拥有,不懂珍惜,何谈拥有,没有不能永恒的爱,没有不能相守的情 只有不知守护的人,一往行深的认真,最怕毫不在意的敷衍,感人废佛的指着,最恨无懂于衷的冷漠,在匆匆而过的时光里 我们能够记住的有多少,伸手能够抓住的又有多少,一段感情再怎么感天动地,若不好好珍惜它怎么会断的? 只因不在乎,都被时光埋没了,默然回首,也许,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段故事,总有一些孤寂和失落时常困扰自己,想起曾经的不理智就会心痛 现实中,那些令人羡慕的感情,其实也没那么多山盟海事,只不过是他们彼此在乎西元,用真情去面对,用热情去感化,用感恩的心去汇报 懂得让不与沟通,共同付出,在经历了很多考验和磨难之后,还可以肩并肩,手牵手,所以不管是谁,一定要懂得珍惜 因为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忍受你的坏脾气,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,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 别等到失去才知道拥有的美好,没有谁愿意在原地等你太久,也没有未来让你挥霍太长 相依为命的爱人,要体贴心疼,同甘共苦的朋友,要风与同舟,相识相知的缘分,要用心经营,不离不弃的感情,要珍惜如腻,守好心,走好路 珍惜最真的情感,感受最近的幸福,享受最美的心情,任时光流逝,岁月变鲜,我拿人生与你举爱情眉 你用真心陪伴到地牢天皇,此生足矣,配图学来自网络,如不妥克山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